主料,萝卜500克,蛋一个,补量,芹菜叶,辣酱一条羹,葱两根,盐,麻油,鸡精,油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准备萝卜,大,芹菜叶,葱,萝卜洗净切丝,芹菜叶洗净,蛋壳入碗中,打匀,葱洗净现末,萝卜自放盐,腌制十分钟,水分浸盖,锅热油,再入锅煸炒,捞出, 放萝卜丝内,锅热油放入葱末,辣酱,保销炒匀后,机关火,放入萝卜丝,炒炒蛋,芹菜叶,拌匀,再放入鸡精,麻油,拌匀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芹菜叶必须选糯嫩的,也可以用香菜代替芹菜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